當時看到吳其龍很真的 真的 我的 我的名單 是我先講說我 我一直跟製作單位說 我生完第三胎 最喜歡明天就是吳其龍 他們就一直把這件事放在心裡 好 我只要回頭看 就有看到男主角在我旁邊 所以我不用看一段戲劇 笑傲的女藝人喔 妳這樣可以嗎 我現在要講到 妳就是喜歡明天的小孩 曠星來了